你是跳科布山的小伙子吧 我在短视频看到过你 还得继续跳吗 可以 请中区第五排靠右边走廊 中央卫视方浩铭 谢谢主持人 王外长你好 过去一年 中国声音在国际上越来越响亮 越来越多人 希望了解更多中国故事 这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 中国外交官的积极努力 请问王外长 您认为新时代中国故事的 亮点和重点是什么 讲好中国故事有何重要意义 外国记者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 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谢谢 你是跳科布山的小伙子吧 我在短视频看到过你 还得继续跳吗 你这个问题问的还是很好的 我觉得作为最后一问题 也是非常恰如其分的 这几年啊 外国浙华记者报道了很多 生动鲜活的中国故事 从神州家族太共劫力 到奋斗者号极限深浅 从荒漠化治理到低碳生活 从杭州亚印会到贵州的存别 你们向世界讲述亿万中国人民 共援中国梦的感人故事 让世界看到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 借此机会啊 我要向为此做出努力的记者朋友们 表示诚挚的感谢 你提到讲好中国故事的意义 应当看到中国故事不是孤立的 它是人类故事的重要的篇章 中国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 只要各国立足自身国情 自主探索现代化的道路 就一定能够汇旧成百花齐放的 世界现代化的新愿景 感谢观看